馬斯克在他的推特上面 直接發了這樣的推文 讓網友直接投票 投票問他是不是要賣一成的特斯拉股票 結果時間一到 58%的網友贊成 那馬斯克賣不賣股票 變成金融市場的大勢 是的 因為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昨天美國四大指數全面上漲 但是很抱歉 特斯拉股票是跌掉5個百分點 直接市值蒸發了200億美金 瞧不瞧這200億美金 正好就是特斯拉 如果馬斯克要把股票賣掉的金額 當然他當然要賣這個理由很多 其中當然美國副人稅150億美金 對他來說是150億美金的 這副人稅呢 讓他覺得也是有點心裡 可能哪裡怪怪的 但是他有說過一句話 只要他的6000多萬的追隨者 願意接受就是投票結果 他就一定會把這10%的股票給賣掉 所以我們就看 特斯拉什麼時候把他股票給賣掉 那我們知道特斯拉最近 真的是突然之間變得非常有錢 因為短短的這一個月時間呢 身價暴漲了40個百分點了 之前最高股價呢 曾經到了1243塊美金一股 你沒有聽錯 我沒有說錯 那麼使得他現在的身價 已經高達3184億美金 真的富可敵國 那麼就在當下呢 其實大家所關心的不是只要把股票賣掉 而是之前他在股東會突然宣布一件事 他的工廠必要從 他的總公司要從加州轉到德州 歐斯汀這個事情才是大條 我們來看一下他整個就是在德州 基本上才玩大富翁遊戲 我們來看一下 他那時候在加州的這個巴羅阿托 那麼直接轉到歐斯汀的這個德州 歐斯汀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是一個大遷移 但是我們突然發現到 其實他去歐斯汀早就已經有軌跡了 怎麼說一句話呢 你看這個地圖 他總共有四個區塊 他在德州大量買土地 現在看一下他的這個特斯拉生產工廠 大概距離呢 就是我們說的在歐斯汀的郊區 在科羅拉多河旁邊 總共買下了1700英模 沿著科羅拉多海 那你知道這個1700英模 要做什麼事情呢 他準備要讓Model Y 他還跟這個Cybertrunk 要就是快速的這個生產 叫做超級工廠啊 這個應該是已經逆了全世界 最快速的方式 那不只如此 在這個歐斯汀的南方 大概差不多350英里地方呢 他買了一塊土地 就是我們說 SpexX的這個研發基地 那麼他這邊呢 還建造一個叫星際社區 意思說呢 德州的這個他的這個 不但是Spex的這個人 可以住在這邊 事實上呢 他德州員工呢 也可以住在這個星際社區 那這個類似他在加州 想要蓋個社區 但是加州沒那麼土地 他一直很恨喔 他要提加州人買 蓋房子就沒有辦法蓋喔 那這是 所以他等於把他事業總部 都弄到德州 德州變成他的王國 對我們再看一下 他還有發射台 這個發射台的名字叫做 卡伯 這個伯卡 伯卡奇卡 伯卡奇卡是在這個 墨西哥灣旁邊的 旁邊有一條河野 他現在找條河 這個地方很發射區喔 這個發射區基本上呢 他又設了一個叫做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他叫做前往火星的門戶喔 叫做太空港督 那名字呢 就叫做星際基地 那不只如此喔 事實上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喔 企圖星不只如此喔 那麼事實上呢 他最近喔 又在這個休斯坦南方喔 那買了一塊土地喔 這個叫阿格林騰 他要準備蓋一個 非常可怕的電池工廠 據了解呢 如果全面開工的話呢 可以創造一百兆瓦的電力 喔 就是電力變貴的時候 他可以賣電 那電力沒有貴的時候 他可以除電喔 相當的可怕 所以基本上整個藍圖呢 不只如此喔 繼續往下看喔 那我們知道他之前 因為加州的交通呢 很有問題 他曾經要做一個隧道公司嘛 對不起 這隧道公司移到德州了 他叫做Boring Company 那最快最快會在哪裏蓋呢 就是在伯卡伯卡奇卡 因為伯卡奇卡 每次他發射的時候呢 高斯公路呢 就必須要這個封閉 所以他老哥火大了 他跟德州政府說 我來蓋個地下隧道 以後呢 我只要發射的時候呢 高斯公路就變地下 就是由這個Boring Company來生產喔 那他有個想法說 人類應該跟機器合作 所以他有個叫做Neuralink 那不只如此喔 他決定了為了創造 他的精英學校呢 為了這個他將來發展 他要再設立一個叫Ale Astra 這個就是 星際戰艦的一個名字喔 Ale Astra的這個星際學校 來訓練他所有的員工喔 所以這個計畫之大簡直是不得了 所以他現在金資產已經高達 3400億喔 但是呢 其實我們最關心的 我們畫面看到是網友去空拍 他的一部分的基地 看起來真的很恐怖很壯觀 那你知道其實大部分人關心的 還是他的豪宅啦 他豪宅有多大的豪宅 大概是5萬7500坪 5萬坪喔 好這第一點 第二點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裡面有登山步道 有游泳池 有圖書館 還有大型的宴會廳 那室內面積大概450坪喔 總共有7天房間10個衛浴 7天房間10個衛浴 那據了解非常的漂亮喔 而且重點事情是呢 還可以看到整個就是加州海灣喔 那原本呢 他出價的價格呢 是75008 750050 對不起 3750萬美金 但是呢 他為了表決 他要表達呢 他已經要決定去德州了 所以他很很阿薩利 他說我直接降價 降到3199萬美金賣出去 就是要決定他要去德州 但是你知道這個搬家 苦了一個行業啊 叫做搬家公司 因為當他決定要到德州的時候 整個加州說 對 德州很棒 你知道德州禁流人 從加州禁流到德州人口 因為他登高一呼喔 現在有30萬人 就是去年一整年喔 30萬人呢 去掉加州的這個生活呢 轉移到這個德州 而且呢 超過36家的創新大型科技公司 也決定轉移到德州啊 所以現在搬家公司喔 據了解喔 他們現在已經 接電話接到手在刷 因為實在太多人 轉移到這個德州了 所以那德州也很歡迎啊 為什麼 因為德州沒有個人稅 你像在加州 你收入到100萬美金的話 你要磕13%的稅 德州不用 歡迎大家來 而且一來有什麼好康的 你知道嗎 你在德州買個房子 同樣面積的房子啊 比加州少60%喔 所以看起來 越多加州人要跟隨的 這位星際教父喔 也是特斯拉的這位神主喔 可能都要轉移到德州 德州將來會熱鬧非凡啊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從未來 有一個需要的 能力